历史世界频道 台湾光复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对其从大日本帝国接手统治台湾与澎湖群岛的历史事件的称呼 该词语所指的日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10月25日 标志着台湾日治时期的结束以及战后时期的开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宣告投降 9月2日盟军最高统帅迈克阿瑟发布一般命令第1号指示各地日本军向同盟国投降 命令中规定在中国、满洲除外、台湾、越南北部的日军向代表同盟国的蒋中正将军投降 蒋中正随后委派中国陆军总司令何英卿将军为其负责受将事宜的全权代表 何英卿则委派陈宜将军为其在台湾受将的代表 担任将方代表的台湾总督兼日本陆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立及将军 依照一般命令第1号之规定于10月25日在台北公会堂 向受将主官陈宜投降并签署受领文件 将方为大日本帝国所属第十方面军 代表为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立及将军 陈宜将军则代表盟邦将领蒋介石将军受将 典礼开始时 由陈宜宣布台湾日军业于中华民国34年9月9日在南京投降 本官奉中国陆军总司令和转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讲之命令 为台湾受将主官 资以第1号命令交与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立及将军受领袭及遵照办理 与弊及以示向命令及受领政交参谋长建山春树将军转交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立及将军安藤立及于受领政签字弊 由日军代表将受领政成交双将主官陈宜 陈宜审月受领政无误后即刻命令日军代表退去 仍由引导官引导日军代表离场 一年8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颁布命令 明定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节以为纪念 台湾光复一词自此就被各界大量运用 其词亦有另一说法 表示是源自1946年8月由台湾士生筹组的台湾光复致敬团 光复从字面上解释 就是把失去的收回中华民国政府及之后统治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此次事件为台湾自清朝割让与日本后复归中国统治 因而以此称之 非光复论者则认为当时的中华民国只是代表同盟国军事占领台湾 由于戒严时代结束以来台湾的本土思想建成 加上二战后台湾主权归属的争议 以及从台湾主体性出发的历史观点 现今对于台湾光复的说法有不同的见解 多谢收听 记住订阅我的Kai频道 请不打 flu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